第一部,爱情进化论 爱情进化论是由张若云和张天爱主演的一部都市青年情职场剧 讲述了一个出入职场的女生在朋友和爱人陪伴下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 目前定于8月2日播出 第二部,香蜜沉沉浸如霜 香蜜沉沉浸如霜,是由邓伦和杨子所主演的 讲述了花神之女锦丽和天地之子叙奉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爱恨情仇 目前定当于8月2日 第三部,舞动乾坤舞动乾坤 是一部古专宣化武侠剧,由杨阳、张天爱、王立坤等人主演 这部剧从太太以来就备受关注,还曾经历了幻小传闻 如今已经临近播出,也是备受关注,定于8月7日播出 第四部,天圣长歌由黄泉一天下改名的天圣长歌 是由陈坤和妮妮等人主演的一部普装全盟剧 讲述了天圣王朝,宁建皇子民意和前朝皇族以估奉之为之间 步步为名的宫廷及官场全盟大剧 目前已定到8月14日 第五部,陈宏年代 陈宏年代,是由陈伟平、马思纯、陈瑶等人主演的一部改编自同龄小说的都社历剧偶像剧 限定当于8月23日 第六部,豆婆仓球 豆婆仓球是一部改编自天餐土豆同龄小说的古装学幻武侠剧 由吴磊、明远和李沁等人主演 讲述了少年萧年和朋友联手对抗强敌 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故事 该剧目前已定于8月27日播出 当然还有齐,拍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剧 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